借過一下 白姨姐 你好 嗨 你發現了嗎 我很喘 對 我還好 你還好 怎麼了 你不是都在街頭玩嗎 對啊 那今天我們來到 怎麼會到山頭 對啊 是一個山 我跟你們說街頭有平地的玩法 也有高山上的玩法 不要騙我們 沒有 我沒有騙你 我跟你說這邊有一個 人生必打卡的秘境 秘境 對 人生一定要去過一次 而且我還找了一個 我們厲害的翔島 我們現在過去看看 哪裡啊 這邊 你好 不好意思 翔島嗎 不是那位 那裡啊 那裡啊 就是你啊 大哥 你好 我以為是剛剛的小姐 你好 你好 這是對的 對 這個看起來就是很會穿衣服 對啊 這是專業的 他一直說很簡單 有步道 我看得出來有步道 但是他難走嗎 不會啊 這個步道是非常輕鬆的一個步道 很適合一般民眾都可以走的步道 重點是而且裡面還有藏著 像神隱少女般的美意 想不到在台灣有神隱少女的傳說 而且就在宜蘭的翠峰湖環山步道 這裡被譽為只剩必去的台灣美景之一 究竟隱藏有什麼面貌 實在讓人心生好奇 像一起加入這趟奇幻旅程啊 不錯吧 好新鮮的風氣 真的 喜歡 哈囉 漂亮嗎 滿漂亮的 謝謝 其實每天都這麼熱鬧嗎 是啊 好多人 很多民眾都來走 很好 好順 每一個年齡都有 因為他其實真正爬階梯的時間不多 大概十幾分鐘而已 我已經累了 沒事嗎 沒有啦 沒有啦 慢慢來 慢慢來 最後一刻 真漂亮 今天我們走那麼久 都沒有看到你坐的那個神隱少女 對啊 在哪裡 沒有看到她 那個神隱少女非常的神秘啊 一點世紀當中變化無窮 有時候晴空萬里 有時候又雲霧繚繞 所以她到底在哪裡啊 就快到了 就在前面而已 好 今天聽到這個大哥的鼓勵 其實是喔 這個小女的路牌 有一點小心那個啊 紅衣 而且我們又在山裡面 是 是不是專說中的那個 紅衣少女孩 老吳 鬼月已經過去了 可以不要下咱們的觀眾嗎 而導遊說 神隱少女就在不遠處 她的神秘面紗 也即將一層一層被揭開了 這真是太令人期待了 聽... 什麼的 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植物耶 在哪裡啊 這個... 不要小看它耶 不就一片葉子嗎 一般的草是不是 對啊 這個非常特別耶 特別是什麼 真的嗎 這是白豬樹 白豬樹 對 這樣我們這一片 輕輕的揉一揉 可以聞到一個很特殊的香氣 等一下 這樣揉一揉就好 揉一揉 這樣就有了喔 有... 好像變魔術喔 聞到味道耶 味道出來了 喔 什麼...這麼稀啊 是不是很特別的味道 你看 好熟悉的味道耶 對...你看 好... 我知道是什麼 這個... 也是一個高 沙龍帕斯啦 對... 這樣這樣子 OK 有時候我表演玩就很奇怪 對啊 因為它很熟 所以達哥 它的揉土也是一樣嗎 對 它就是沙龍帕斯的原料之一 我也想要 用在我貓最小的地方 來 我來... 我幫我拿一下 幫我摳一下 辛苦了 痠痛一整天 你們兩個感情變好好喔 用頭爬山真的非常帥喔 高山不只有美景 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驚奇 像是貌似野草的白株樹 因為含有冬青油的成分 有天然止痛的功效 果然有專業的導遊帶路 就是不一樣 一草一木都是活生生的教材 不過最驚喜的還在後頭 說好的神隱少女也即將出現 咱們的觀眾快等不及啦 快點... 什麼 快點... 到了嗎 來了... 我們在這邊喔 在這邊嗎 這裡 哪裡啊 要在前面 好漂亮喔 原來是一個湖啊 對 很漂亮啊 其實神隱少女就是我們所說的 翠峰湖 好漂亮耶 這個算是高山湖吧 對 它是我們高山最大的湖國 因為一年四季啊 氣候變化非常的大 有時候呢 晴空萬里 有時候呢 又雲霧繚繞 所以要看到它喔 還真的要有一點運氣啊 火面只是有霧 我們火面的部分看不到 這個是大概多大啊 到冬天的時候啊 每年的十月份到十二月份 它的滿水位可以到達二十五公頃 二十五公頃 二十五公頃 所以裡面有氧氫嗎 裡面沒有 因為啊 它是從天然靠水水 汇集而成的湖國 是這樣子的 所以附近沒有野溪啊 那這個地方的高度大概 大概有高呢 這邊高度喔 1840 1840 雖然海拔不高啊 不過這邊 溼度很潮濕 只要到零度點 它就會下水 OK 所以以後不用去人擠人了 對 都知道一個地方會下去 就可以來這裡喔 直接走 從下面走上來只要十分鐘 我以前去過那個賈明湖 如果我跟賈明湖比較的話呢 我跟你們說 這個簡單多了 唯一個 唯一個 但你剛剛怎麼那麼喘 還好呢 OK 想不到在宜蘭 竟然隱藏著這麼美麗的高山湖泊 由於這翠峰湖 常常會因為濃霧而顯得若隱若現 因此被譽為神隱般的少女 也是當地人俗稱的夢幻之湖 不過 宜蘭的美食也是出了名的夢幻 爬完山後 準備出發 找尋更多的街頭不敗傳說美食吧